不過還是問一下敏寬啦 臺北市怎麼感覺好像從來沒有這麼碎過 守善之都耶 守疫情死到現在結果還漏洞擺出 而且對啦三級警戒坦白講 也不能夠一下子放鬆 所以這個要持續下去 也不能全怪這個柯文哲 可是絕大部分也是跟臺北市爆發疫情有關係吧 大家都已經這麼緊張了 臺北市守善之區 經費人員應該是最多的 可是我們來看看 臺北市這次在整個防疫過程當中 可以說是漏洞擺出 而漏洞擺出最大的原因 我個人認為就是市長 但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提 又齊有問你一件事 如果你要帶你全家人到美國去 想說一趟要做得舒舒服服的 花了六十萬買了三張頭等艙 結果到了機場 機場人員跟你說 你要往後移 你會開心嗎 當然不開心為什麼 我都已經買好機票了 對啊應該是頭等艙大家已經買下來了嘛 而且頭等艙位置那麼多對不對 今天臺灣就出現了這件怪事 今天有一位神秘客 這位神秘客他要到美國去 據傳這位神秘客是一個 航運公司海運的少東 理著非常漂亮的一個頭髮 戴著一支名牌的一個眼鏡 然後呢 他居然把商務艙說這一區不用賣 我包下來480萬我把這區包下來 我不要跟別人做 好搭手筆啊 但是他包下來啊 後面來買訂票的人生氣了 他就說我們也買票啊 為什麼我們要到隔個地方去呢 結果民眾就投訴啊 現場就有人跑去看 他就說奇怪了 我們也是買整個商務艙的票啊 怎麼會有人把商務艙包整區呢 結果進去看 真的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 然後他一個人坐著對不對 重點是 他如果理論上他要獨處 應該他就是跟大家離得遠遠的啊 結果事情怪了 第一個他沒有帶保鏢 沒帶保鏢 第二個 所有的空服人員都在跟他聊天 好可惡啊 好好笑 想一想還挺好笑的 但重點就是 哎呀想一想 台灣現在真的什麼事都有 但各位有錢嘛 他就說沒關係 我這一區我再包 先跟各位說啊 頭等艙包整區 最近連私人飛機一趟八百萬哦 全滿 也都全滿了 但是我們要來談論到 這次風暴的一個中心哦 今天早上四點鐘 包括陳時中 包括了陳吉仲 王必勝就在這邊 他們都一起來視察 雙北的果菜市場 那雙北果菜市場 先跟各位說 真的現場比較凌亂 幾萬人進進出出 又是貨 又是司機 又是搬運員的 但現在方向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哦 目前包括市場的員工 包括承銷人員 承銷人是什麼呢 我們台灣話叫航空啦 就是那些中盤商 還有作業人員 一定要安安全全的 為什麼呢 防疫破口不能夠再加大 但講到這個我就一肚子氣 怎麼說呢 人家新北市接近三千七百個人 我今天早上特別跑到三重例行路去看一下 人家在做整個快篩 井然有序哦 然後台北市呢 台北市現在是破洞百出 什麼破洞百出呢 本來想說哎呀北農 北農我們忍過去好了 士林護理中心 士林護理中心那個都老人家嘛 不怕不走好吧 那我們就忍好了 居然昨天連皮蛋豆腐都出事了 這我就火了 皮蛋豆腐怎麼出事啊 皮蛋豆腐這個叫北易工程 這個經過建坦站很多人都看過 非常具有設計性 很有特殊的一棟建築 誰做的你知道嗎 捷運局 捷運局做的 然後現在呢捷運局十個 其他的包商總共三十個 四十個人來做確診 那我們現在問題就來了啊 為什麼問題就來了呢 人家高雄有事嗎 沒事 人家新竹有事嗎 沒事 本來苗栗快有事了 苗栗快有事 晶圓店多少人呢 晶圓店六千多個人 人家王必勝去帶四個醫生 一層鎖 兩層鎖 三層鎖 慢慢的做隔離 抽絲剝繭 現在我問你 晶圓店是不是好像解決了 是啊 沒聽說什麼了 但問題是台北市呢 台北市 現在好多人都希望說 台北市可不可以有人來 稍微管一下這個地方 所以我在說 這個不是詛咒 這個是人引起的 是帶頭的 不行啊 那柯文哲你不要整天 只有抓頭髮嗎 為什麼呢 叫你做疫調 疫調有做嗎 沒做 前面事要做到 你做嗎也沒做 說沒疫苗 整天哭 我沒疫苗 給你疫苗 疫苗打不完 好心跟到現在還沒解決 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一個地方錯 他就會連環一直錯 真的 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就叫做福無雙治 禍不擔心 真的 所以我再跟各位說一次 這是人氣的啦 這是人所引起的 但今天我們說實在話 我們都要靠你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因為院長已經說了嘛 外送員 超商媒體第一線 郵差 只要有面對面的 通通都要打疫苗 所以五十萬人全部都要打 所以我們都只能靠你造冊 所以我們不要靠你了 對我好一點 對你好一點 現在重點再跟各位說一次 按照蘇院長目前的說法的話 未來我們的疫苗應該會非常多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開放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但今天我最想要問的是誰 你知道嗎 趙少康先生 問他什麼呢 問一個很簡單啊 今天聯亞登新櫃 對 今天第一天股價漲了六倍 哇 然後最高價股價來到兩百二 之前趙少康先生 不是每天都在打高端嗎 是啊 蔡英文總統你們家的人炒股 然後重點是他大張旗鼓的 重點是他有獨自的麥克風 跟獨自的新聞臺 每天一直播 你有沒有證據 沒證據 那今天高端登新櫃 首日漲了六倍 六倍 目前聯亞後面的大股東 當然除了台塑集團 包括了美國黑水 據傳藍營某位金主也是聯亞的大股東 真的假 然後現在重點是趙少康先生 你聯亞這個 我們就看看今天晚上 你們那個所謂的專門獨立麥克風電視台 那幾個老人家一直在那邊閒聊的 會不會來談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我認為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來到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是同島移民的時間 我們不能夠有很多的人 在這個時間點都選擇性失明 選擇性失明就是這件事情我要看 我就睜大眼睛看 這件事情我不看 哇他就頭轉一邊 他就完全都不看了 但聯亞真的有好消息 哦怎麼說 為什麼呢 因為巴拉圭目前已經確定要買一百萬份了 所以這個是韓治政大使 巴拉圭的衛生部長跟美國投資方的策略長 三個人一起握拳 各位一起握拳 但想一想哦 這件事情也不是今天才完成的啊 對 想想我們來各位去想一下 聯亞的動作這是王昌宜 王昌宜他在美國教書 已經教那麼長的時間了 整整寫超過一百二十篇的論文 整整做了三十多年的一個時間 人家來到今天他說世界需要疫苗 我們臺灣做蛋白疫苗 他今年要拼一億劑 這個非常的重要 但現在三期要往後延 我知道大家很辛苦 我真的替很多中小企業非常擔心 而這次整個風暴中心就在哪邊呢 這次整個風暴中心 我個人認為就是在台北市 克文哲的一個身上 為什麼 因為你當長官的 你很多事情都要跟別人不一樣 都要唱反調 不按照起工 目前整個風暴中心全在台北市 當然呢 這兩天在疫情當中 大家非常的煎熬 可是呢又有一個好消息 讓大家非常的感動 那就是立陶宛呢 傳出要捐贈臺灣兩萬劑的疫苗 立陶宛呢 大家根本想都想不到 這個國家會捐贈我們疫苗 好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他還是歐盟捐給臺灣疫苗的第一個國家 意義非凡 而且呢他為什麼要捐給臺灣 其實說實在的也是臺灣好心有好報 背後更暗藏著大家一起來抗中 這樣的一個意念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立陶宛的這個外長呢在推特發文 說他要捐贈兩萬劑的AZ疫苗給臺灣 為什麼呢他特別強調 因為熱愛民主自由的人民應該互相照應 而立陶宛的經濟部長呢更表示 我們絕對會毫不猶豫的幫助真朋友 而且呢時間也給了就是9月底之前呢 會把這兩萬劑的疫苗給送來 那為什麼說會毫不猶豫的這個幫助我們的真朋友 要互相照應 因為其實去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臺灣呢就曾經贈送給當時疫情嚴重的立陶宛 十萬個口罩 這個是有圖為證的 所以呢立陶宛的這個外交部長呢 在宣布這個消息之後還轉PO了 臺灣插畫家的這個作品 這什麼作品呢 你看這個是這個立陶宛的國鳥 當國鳥因為疫情呢 這個趴在地上的時候呢 臺灣這個好朋友呢 我們的熊讚馬上送來了這個口罩 給這個立陶宛 然後現在呢 換成我們國家的這個疫情有難了 現在呢換成這一隻鳥呢 大老遠的呢飛來送給我們這個疫苗 所以呢你給我口罩我送你疫苗 這是兩國的好情誼 這個臺灣網友看到這個轉PO之後呢 也非常的感動 馬上呢上臉書來灌爆感謝的留言 當然呢 連這個我們的這個好朋友立陶宛都說 熱愛民主自由的人民應該互相照應 很遺憾的是我們國內最大黨能夠理解嗎 好我們來看國民黨格時院長這個羅正祥怎麼說 他說之後證明了蔡英文超級無能無良無恥的疫苗這個乞丐啊 然後國民黨立委李德維怎麼說臺灣經濟富足那有錢還淪落到乞討的地步啊 這個還得跟第三世界國家來搶疫苗分資源啊 如果臺灣人不想當起幹你就爭氣一點 然後國民黨主席江喜成哲說非常感謝送疫苗的國家 但是蔡政府最沒理由說嘴了 因為這是五百多條人命換來的友邦疫苗 你卻喜滋滋的把它當作一種戰略合作 好但是呢就在國民黨講完之後這麼巧啊 中國的央視呢馬上呢打折隨棍上 這個批評臺灣已經淪為乞丐倒了 好國民黨真的還要跟中國一搭一唱嗎 最離譜的是現在還想買中國疫苗不會吧 可是國民黨卻提案了八月底之前呢 他說這個政府必須要買到三四千萬劑的這個疫苗 而且要求要限時 要限量 還要綁規格 那這個民進黨團員就說 現在明明全球疫苗都缺 你現在是要逼臺灣買中國疫苗是不是 國民黨還是自甘當中國小弟嗎 好那國民黨說 我們裡面有沒有說一定要買這個中國疫苗 我們說要買這個有國際認證 可是中國疫苗什麼科興國藥 確實也有WHO的認證 而且真的你們沒有想要中國疫苗 麻煩說政府應該宣布 開放打疫苗的小三通 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說 他願意爭取中國疫苗來臺灣 這個之前也是所謂國民黨的 無黨籍的立委傅坤起責說 為什麼臺灣跟中國不能夠有疫苗往來呢 而且更好笑的是 大家還記得這個人嗎 這個國民黨前立委丁守中 那時候他不是說 我願意帶頭打中國疫苗嗎 結果被爆料 你中國疫苗還沒打 你先打完AZ疫苗了 就丁守中這個解釋 他說我是五月份就自費打完 那時候AZ大家都不想打呀 AZ不想打 你也不用輪到你來打呀 那你還是先打中國疫苗 為什麼不敢打中國疫苗